今天要 好 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好 今天很高兴 我们请到欧老师来为我们讲 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身体 那小朋友读书很厉害 保护自己的身体也要很厉害 怎么样叫很厉害 等一下欧老师会叫你 什么地方不能够被人家看到 什么地方不能够被人家摸 如果有人要拿东西 叫你说我给你东西 那你的身体哪个地方给我摸好不好 或者是说我给你什么游戏 你给我抱一下 亲一下好不好 小朋友不能说有 要仔细听 现在欧老师所讲的都是我们的放在头脑里面的知识 不是讲完之后你们开玩笑的话题哦 我希望我们欧老师我们很难得请到欧老师 跟我们讲很棒很棒的知识 告诉我们小朋友怎么保护自己 如果等一下小朋友听到的也不清楚的 一定要问老师不要问同学 好控问主任也可以 问护士阿姨也可以 问爸爸妈妈也可以 就是不可以把他拿来当开玩笑的 话题 听清楚了吗 好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欧老师 请问各位老师小朋友们 大家早安 你们好有精神哦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上面写的是性骚扰与性侵害的防治 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们呢要讲身体的界线 那身体大家都知道了 那界线是什么 界线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界线呢 就是区隔和分别动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有跑道对不对 那跑道呢就是要赛跑的人啊 他在自己的这个隔地里面线里面跑 所以这个界线呢 就帮助这个跑的人呢 他不会跑错位置 所以就区隔了你跟我之间 还有呢什么分别呢 我们最常看到有厕所 它很有分别 男生女生画一条线 这边是男生这边是女生 所以它是做分别用的 好那我们知道说界线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马路上也有界线哦 有白线啊 黄线呢 那如果是红线不能停车哦 那双黄线呢 就是告诉你不能开到对道去哦 如果你开到对道去啊 就会发生车祸对不对 碰一个车子相撞 所以呢 开车的人也是要注意这些界线哦 还有啊 这个马路上也有红绿灯 哦 那我们车子啊 跟行人过马路都要注意这个红绿灯 什么时候该停 听 看 哦 那马路上有红绿灯 我们的身体也有红绿灯哦 那这个很重要大家仔细听哦 啊 好 那么这个红绿啊 是代表我们身体 绝对不能让别人触控的地方 那老师一边解释的时候啊 小朋友们就一边去想 那我们红绿灯在哪里 哪里不能够让别人去控呢 好 那你们心中有答案 等一下看你的答案 跟老师讲的 有没有一样 啊 哦 黄灯 黄灯啊 这就是 有些人可以碰 但是啊 你又不想给其他人碰的 这就是黄灯 在哪里呢 绿灯 绿灯就是 一般人都可以碰的 你想好了吗 你的身体红绿灯 在哪里 好 好 那么我们讲身体红绿灯呢 就是讲我们身体界限 对 欢迎打案 红灯 跟你想的一不一样 红灯就是我们的禁区 就是我们的隐私区哦 在哪里 有我们画红脸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胸部 还有我们尿尿的地方 尿尿的地方 尿尿的地方 还有我们那个地方的下面 我们的大腿的头内侧 还有啊 我们的尿部后面是屁股 对不对 屁股可不可以被摸 不行 好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红灯区 禁区 这是我们的隐私区哦 那我们的黄灯 黄灯是我们灵感的地方 有些人可以摸的 有些人没有练到他摸的 来 大家的手顺出来摸摸自己的 跟着老师说 我们的头 我们的耳朵 鼻子 脸颊 脚 脚 脖子 肩膀 还有我们的腰 就是我们的敏感区 你可能越来越让妈妈摸 可是你越来越让你的同学摸 好 我们知道我们的黄灯 敏感区 那绿灯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手跟脚的公开区 是一般人可能触碰一下 懂事故意的 没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红绿灯 好 那 接着我们来讲故事哦 今天要讲什么故事 讲不要随便欺负我 我们看看小朋友怎么样自我保护 好 那奶奶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哦 他们家常常来很多的客人 那这些客人啊 都是对他又抱又亲的 让他很不喜欢 像这个贾贾阿姨 总是有大蒜味 还有啊 这个奶奶总是围着一条狐狸的围巾 里面上面都是那个脏脑的味道 还有啊 这个渣渣的虎子叔叔 还有呢 抽雪家的这个爷爷 那总是喜欢抱他 亲爱他 还有呢 还要去招呼这个爸爸的老板 让他每天晚上都做可怕的噩梦 他想说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保护我自己 哇 到了一天哦 爸爸生日到了 请了很多的客人来 哇 妈妈已经在楼下叫了 莱娜 下楼来啊 来帮忙招呼客人 来打个招呼吧 可是莱娜 躲在楼上 跟着他玩具 他在想问怎么办呢 哎 看到了上面一只大大象 有了 莱娜有了好点子咯 什么点子啊 哦 他装成一只大象 咚咚咚咚 下楼来 这个时候 莱娜已经不是可爱的莱娜了 他已经变成一只大象 好可怕哦 所有的客人都吓坏了 他们就不会想要抱他 亲他啊 这时候 莱娜就很勇敢的说 你们不要再亲我了 我真的很不喜欢 如果你们再亲我呢 我就让你们尝尝 让一个比你们更强壮的人 并且要亲你抱你的滋味 哦 这个佳佳阿姨啊 就说话了 我们原来不知道 你不喜欢我们 亲亲抱抱嘛 那既然你不喜欢 那以后就不随便亲亲 不随便抱抱你了哦 这莱娜终于收了一口气了 他想到了方法救了他 对不对 好 那么莱娜呢 又回复他到 原来他快乐活活的莱娜了 好 小朋友想一想哦 刚才我们说 为什么莱娜 不喜欢这些客人 为什么 哇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哦 他不喜欢被轻轻抱抱 好 那么 如果你像莱娜 那你会不会 也勇敢的 像莱娜一样 勇敢的大声拒绝 说不呢 会 会 会 很好 就是要勇敢 像莱娜一样 勇敢的拒绝 勇敢的说出你的感受哦 好 好 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的界限 身体同一根 那也快乐 听了这个故事咯 接着 我要让大家来认识身体的界限 身体自主权 好 身体自主权是什么呢 就是做自己身体的好主人 那怎么样可以做自己身体的好主人 就是让你觉得身体有被侵犯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去拒绝 你有权力去保护 爱护爱情你的身体 那 因为呢 我的身体啊 我做主 很重要 我的身体 我做主 好 那么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我看小玲怎么样 维护她的事情权 黄伦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小朋友 有一天 小玲 你看那边 嗯 有什么东西 啊 阿伦 你在干什么 你这个事啊 我要报告老师 好 那小朋友们 刚才看到了 这个 阿伦呢 恶作剧 对不对 那小玲是不是很勇敢的 就来保护她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先是拒绝 你要了达出来 你不喜欢 你讨厌这样的行为 一定要明确的给你 表达 然后呢 要告诉你的老师 当然 如果这个同学呢 他不是故意的 那我们要告诉他 可以原谅他 好 好 我们还要同时去分辨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碰触 那好的碰触呢 就是很舒服的 很安全的 然后让你觉得温暖 可以勾开的 就像爸爸呢 抱小baby啊 抱你啊 那如果不好的痛苦啊 一定你讨厌的 不舒服的 那你觉得很奇怪的 甚至会让你害怕 例如呢 去触碰你的红灯区 会触碰你的嘴巴 或者是你的胸 或者是你的臀部 好 我等一下再试试看 那 像这些呢 有时候还是命令的 他会告诉你说 不要告诉别人 这是我们的秘密 这个就是够好的控制 因为他不能够公开 好 那他刚已经 要两点 对不起 来这边处理一下 这就是公侧上 去触摸人家的屁股的地方 这个就是更好的控制 那 你喜欢点谁 轻轻抱抱呢 可以想一下 我们喜欢点 跟爸爸 爹爹奶奶 跟爸爸的小熊熊 很舒服 那 一爷郎 就是 怪叔叔 但我们就更喜欢了 那 谁可以摸你的隐私处呢 就是我们的红灯区 同学 朋友 叔叔阿姨 还是 帮你们的家人 还是 医生 教练 或者什么 是他的老师 哦 那 想一下哦 好 你有知道是家人 我的答案呢 是先告诉你们 是 都不可以摸 但是你说 可是 我都跟我爸爸妈妈 也冷得洗澡啊 就会摸到我的隐私处啊 对 当你呢 还不会把自己清洁够好的时候 需要你家人来协助你 可是当你那么长大了 你都能够把自己处理好 清洁好 这个时候 就都不可以摸咯 哦 那朋友说 那我饮食的时候 不舒服 要给医生去检查 还有治疗啊 对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有 你信任的大人 还有那个护士在场 哦 才可以哦 那是作为医疗上的一个治疗 检查 所以其他的时候 都不可以随便摸的 哦 他为什么不 他不喜欢被他 不喜欢的人 哦 可是他只能哭啊 他没办法讲啊 那我们已经可以讲了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讲了 所以你要做好自己身体的体温 你就会知道自己身体的红绿灯在你 知道自己的界限 但每一个人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呢 我们的基本原则 我们把它记起来哦 那当你碰到 你不喜欢的感觉的时候 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那你就要勇于拒绝 你大声的说出来什么呢 你大声的说 不 不要 这是我不要 好 小朋友们 来我们来讲这三个字 就是我不要 一起来 我 不 要 哦 拒绝 拒绝别人 是要 练习的 所以你们有时要学习一下 我怎么不拒绝别人 你也是可能不太敢讲 那你不要多练习一下 精神的保护自己哦 那下一张呢 就是我们最容易被侵犯的身体自主权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性骚扰與性侵害 嗯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容易被侵犯的身体自主权了 嗯 老师来这边做几个图片 让你们去了解 那像这个 在校园里面 如果呢 故意利用机会呢 去触碰同学的同步啦 胸部啦 或者是压持人家啦 那个故意的哦 就这样 轻盼 动摸一下 吸摸一下 这样子呢 也算是一种性骚扰哦 那还有嘛 压力小心 那十分钟 突然就会去亲人家一下哦 这也不可以哦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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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呢 有那个 这个是他的 影师处的图片 影片 哦 甚至有声音的东西 那你看 哦 这个呢 都是犯性骚扰 不可以的哦 你也不可以拿给别人看哦 哦 或者是呢 这些亲戚长辈啊 或是什么 叔叔啦 妹妹啊 或者是 这我们本来讲的 一些长官啊 或是 或是 或是学校的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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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机会去 摸一下呀 这个也是 心理骚扰 也是不可以的哦 那当然更严重呢 就会像下面哦 可以讲到 这个 哦 是韦韦 嗯 他跟大人银银的大哥哥 發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哦 妈妈 我要跟大哥哥家玩哦 好 学伟财 你打电话叫你回来 哦 嗯 大哥哥 你好厉害哦 嗯 大哥哥 你可以玩玩看吗 嗯 嗯 呀 快乐 哇 大哥哥 我真的都啊 好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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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我还要玩 蛤 所以你在玩 那我玩什么啊 大哥哥 嗯 嗯 要不然 你搞笑给我看啊 嗯 要不然 怎么搞笑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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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还很愿意的 嗯 好舒服 一定要陪我玩哦 啊 啊 哈哈 哈哈 你好搞笑哦 好吧 再给你玩十分钟 那刚才这个影片呢 呃 就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人家要 拥用你 或者诱惑你 让你玩啊 或是送你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配合他 来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呢 尤其这是我们该讲 这是你的隐私处 对不对 哦 所以这样子 是不是就要保护好你的身体了呢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小故事 啊 这个是一个小妹妹 她在外面玩的时候 碰到了 她很隐居一个叔叔 那这个叔叔呢 就说 还叫 有新生的小猫咪哦 你快来看 那小姐妹很想去啊 就说 好 我跟你去 到她家 走看 又看 你有小猫咪啊 那这叔叔就说了 如果啊 你坐到我的大腿上啊 我就带你去看哦 好 那小姐妹啊 为了想要看小猫咪啊 好 她就上去 坐在她的大腿上 这个时候 她就有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她就很想走了 这个时候啊 就叔叔啊 就这样这个时候呢 把她抱紧 然后 就伸到她的小妹裤里面去了 嚇着小妹妹啊 趕快使勤的力气啊 就挣脱 挣脱她回家去了 然后去告诉她的爸爸妈妈 所以呢 这种事情呢 我们在新闻上 你如果看到过哦 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啊 我们的身体呢 有时候会告诉你 就像刚刚那个 鬼鬼小弟弟 她其实是很不舒服 很不愿意 可是她勉强了自己 因为她就是想要东西 好 那么 当你的身体呢 告诉你 已经觉得不舒服了 要相信你身体给你的警告哦 她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不对的 当你刚刚已经讲到了 不好的碰触 一种不舒服的 让你觉得怕怕的 怪怪的 这种感觉的时候 就要相信自己 她已经告诉我 身体已经告诉我 不对了 已经发出警告了 这个时候呢 好 我们就要赶快跑 赶快离开 所以这边呢 老师要给你们 爱的叮咛哦 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怎样保护自己 好 那 首先呢 我们要提到 对你们周遭环境的敏感度 包括地点啊 人物啊 或是事情啊 好 那么我们哪些地方 是应该远离的呢 你的停车场啊 这边人不少 只要一把人抱到那个车子上去 哎 你就被人带走了 还有呢 空的教室 所以呢 小朋友 也不要太早来学校 或者是呢 到 结识的时候呢 还不离开学校 还逗留在学校 那这个时候 不管是学校 校园 或者是呢 你来回路上呢 其实都是危险的 还有哪里呢 哦 按按着地下室 不要跟着别人去哦 就请你来帮忙 我们啊 能力很小 不要跟着别人去 去地下室啊 提这场帮忙 还有 这个 呃 顶楼 哦 这里是人物少的地方 或者是呢 一些 家外的公共厕所啊 比较没有人 要记得 在这种人少的地方啊 你们呢 就要赶快的离开 不然呢 就是要有大人 陪伴你们哦 好 那么 还有什么 对人 不要提高警觉哦 当然我们 对陌生的人 是要小心 那我们也更要呢 去熟视 去 注意 我们认识的人 哦 我们刚才看了一些故事 还有这些 呃 影片 其实是 他们都是认识的人 因为我们哦 这十个人哦 这个案子里面呢 十个人里面 大概呢 只有两个是陌生人 两个左右 剩下的 方向的左右的呢 这些犯案的人呢 做这种不好事情的人呢 大大部分呢 都是我们认识的人 所以呢 大家就是要注意 提高警觉 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还有 刚才 主任老师讲了哦 好 能够人家呢 用礼物啦 好 还有什么金刚 那种变形塔啦 玩具啦 还有糖果啦 给你吃的话 那 你要不要答应啊 就跟你说交换 看你小内裤啊 跟你玩轻轻啊 摸摸啊 甚至呢 叫你脱了衣服来拍照啊 都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不行 哦 哎呦啊 如果有人要跟你玩 哦 叫你闭上眼睛 张开嘴巴 或者是呢 给你玩烧羊的游戏 或者是要 检查你身体的游戏 还有鲜裙子 就像那个阿伦 去鲜牙裙子 或者是呢 把你压倒在地上的游戏啦 压着你 看你能不能爬起来的这种游戏 都不可以 对不对 要记得哦 都不可以哦 好 这是 no no 不可以做的事情哦 好 好 那么 还有呢 如果有人要给你饮料啊 糖果啊 饮食啊 你妈妈来吃 陌生 如果是陌生 你都不认识啊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毒品啊 冥犯药等等 你当你吃了喝了以后啊 你可能就会 搞不清楚了哦 什么事情发生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是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外面 爸妈妈妈不在身边 你都不要随便去接受啊 人家免费的送你的 你要随便拿 要记得 好 那么 那陌生人呢 你也不要随便的跟他交谈啊 或者是带路哦 如果他请你带路 就说你去找其他的大人 还有啊 你要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什么叫安全距离呢 哦 就像老师 至少像老师的手 那么长 哦 不管他是骑摩摩车 开车 或是用走路的 你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 当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的逃跑 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发生了 有人要这样抱你 要拉你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勇敢的大声的喊叫 勇敢的说 不 一大声的叫出来 然后啊 赶快离开现场 还有呢 我们呢 就要去 比较亮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还有跟那个商店呢 去求助 像爱心商店啊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这些Steven啊 这些超商 或者是其他的商店 可以帮助你的 就赶快跑进去 来救自己 救自己 如果呢 发生了这种 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呢 要记住 日期啊 时间啊 还有在哪里发生的 朋友啊 哦 这个坏人 他的特征是什么 要记住 对他的特征 然后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都要有这个敏感度 来保护自己哦 那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找谁帮忙呢 哦 可以找我们的老师啊 你呢 护照老师 主任啊 你信任的老师 还有呢 哦 家里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你信任的大人 还有啊 这下面是什么 进场 好 那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去全座的人 还有两支很重要的电话哦 好 大家记起来 哦 这些是什么 一三 这是保护专线哦 任何人都可以打的 一一三 好 大家都跟着念哦 你才会印象深刻 一三 好 还有啊 这是几三分线 指几专线 一一零 好 这两支电话很重要 我们要把它记起来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要进行 有奖针达了 那 你们的 咱们 好 那么 好 那么 我们等一下 有奖针达很简单 那 愿意回答的小朋友们 请举手 我们各班老师 派一位小朋友进来 上来就好 各班听着 我们前面问好 我们就可以 你就可以结束 各班派一个小朋友 到前面来 好 来 站在白线上 我们欧老师会 问我们问题 我们看大家 好 来 各位有礼物哦 好来 站好来 好 等一下可以一起回答 好来 站好咯 好来 过来一点点 好 过来 好 过来 好 过来 来 我们会有 我们的警官 警察 使徒呢 会分享给你们 好 谢谢 好 好 对 中文字幕——YK